大飛翰天下 最新消息當然就是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情之民那裡 簡直說沒有東升西降這個回事 習近平你不夠膽是哪一個都不夠膽到 就是說現在美國是會輸的 而中國就為一個競爭對手 其實你可以說是敵人都可以 兜口兜面指名道姓 結果看不到習近平一個很凶狠的回應 所謂的戰狼外交正式崩潰 中國外交部回應拜登的講話 他說中方一向認為中美關係不是你輸我贏 你興我衰的靈和博弈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對彼此是機遇而不是挑戰 中方不回避也不懼怕競爭 但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的關係打著競爭的旗號對中國 進行污衊和抹黑 中方將按照國家主席 習近平提出的互相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三原則 來處理中美關係 同時也都將堅定捍衛中國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美方應該和中方一起推動中美關係 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 其實這段說話就是說 大家有錢一起賺 重回中美穩定發展的軌道 就是你聽我說 我有好處的時候 大家一起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而至於來到這裡 整篇的都是一些套話 就是說 沒有真真正正講出的核心問題 也都沒有講過任何一些 就是說有建設性的東西 現在人家就是因為你侵犯主權 你中國捍衛主權 你就捍衛 沒有不讓你捍衛主權 但是現在你是侵略對方的主權 這個的事實 到今天 你都沒有給一個說法 反而說 這個氣球是中國的 你無權拿走它 但是你為什麼會飛到別人的上空 這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也都沒有辦法解釋到 在這裡 也都見不到習近平 真正這樣回應核心問題 現在人家說你是競爭對手 你堅決反對 射一槍 最後最後那張牌都打完 因為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外資 最可恥的 恥也 不是恥 不是收恥 就是最可恥 恥住的恥 就是中國有14億人的市場 中國是有最原備的產業鏈 結果在2022年 一個所謂的經濟數字 中國已經不是美國的第一大的合作夥伴 雖然表面上是還有增長 但是這個你看到就是 中國現在開始被美國遺棄 轉移著生產線 這個是不容否認 來到2023年 只會更加嚴重 如果是這樣的話 習主席想頂住了經濟下陷 只能夠求助外資 而最重要的當然就是美國 其實對美國來說很簡單 也都是整個民主黨的邏輯 就是大量的花費 接著債台高速 接著全球賣美債 接著中國就不停賣入美國債券 接著你賺了大量的美元 因為你是世界工廠 美國給你大量的東西做 然後你賺到大量的美元 你沒有辦法投資 接著你就低息地買了美國的債券 美國人又有錢用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循環 但是當美國轉向中國缺了外匯 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 自給自足的國家 對國際貿易上需要大量的美元 就是說 飲溝止渴 明知是死的了 你都喝下去 由中國 就是說在1949年 毛澤東當家作子開始 從來都是要外匯的 今時今日也都不例外 所以你就見到拜登是財大氣粗地去質疑你的時候 你依然在這裡降溫 就是意圖 我們中國有很大的市場 最重要是合作共贏 我們是應該合作的 不應該是競爭 但是今時今日 再用這樣的觀點 在外交上是一點都找不到吃 而也顯得蒼白無力 因為人家就要你一個說法 而還要有一個實際行動 再用這些模糊焦點 紅貓外交 我相信沒有辦法再打動到美國人 尤其是主權問題 之前跟大家講過氣球 曾經襲擊過美國 造成了傷亡 甚至威脅一個核彈的基地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 即使拜登想怎樣軟到呢 他都等於吃偉哥 一定要硬 陳康濫調 解決不了中美競爭的事實 但是 你就看到 中國根本上是跪了在這裡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分享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同比賽 代表T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